受災戶身穿雨衣雨鞋 戴上頭燈手套 火災過後難免一臉疲憊 全副武裝集合 準備上樓拿東西 最熟悉的家全變了樣 拿新來一些重要的物品 譬如說呢 譬如說貴重物品 像是手機之類的 東西就是用個塑膠袋裝著 要進去要用那個鑑定橋組 要陪著上去 因為怕破壞現場 那個是有的東西 你一定已經都附著在牆壁走到 保命要緊連手機都來不及拿 經過一夜休息 住戶再次回家 主要都是拿一些換血衣服 還有拖鞋 但時間有限 沒辦法慢慢挑選 還有些人連家門都進不去 電子所謀上厚厚一層灰 大停電根本打不開門 偏偏被用鑰匙留在家裡 這下什麼都拿不了 只能關心一下家門口的載損情況 幸好事發當下 不少住戶都有用濕毛巾塞住門縫 滴到農煙進入家中保護家具裝潢 沒有毀損得太過嚴重 但門一打開 提廳走到面目全非 地面厚厚一層積水 天花板還滴個不停 白色門框牆壁還有消防設備 南逃黑煙清洗 虛能烏漆抹黑 一樓大廳的大理石地面 幾乎被灰塵覆蓋 只留下住戶 倉皇逃生的腳印 而起火點的地下室 工作人員出動抽水機 一邊掃水一邊吸 受災戶有家歸不得 滿腹委屈 只能咬牙緊撐 暫時回不去 也無法清理 想重新住進溫暖的家 還得再等等 TBS新聞吳俊瑋 陳世銘李傑 蔡幸宇新竹採訪報導